大家好 將比賽是由我蔡晴瑾 楊振蕾以及球評賈凡 要共同帶來轉播服務 先發球員三號 No.17 Michael Singleton 要多給他的上場時間了 那因為工作簽證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上場是真的很可惜 進攻籃板在籃下 張鋒信要到犯規 開玩笑說他是投石車啦 這感覺起來是無預警的三分線出手 防守者基本上都已經對位對道了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孟強家的球員 他外圍出手的信心真的非常突破 不過在另外一端 互防勇士也可能又繞過他的前面 不知道外帶 傑倫衝進來對抗之後發生失誤了 Singertory帶頭跑快攻 前場多打手的機會 張宗憲 還會昏射擊起飛啊 這跟球員 兩邊球員有一點互動 哈哈哈哈 不要忘記喔 在之前呢 張宗憲也曾經效力過寶寶夢想家 嗯 好 我們要回到這次西方環環的左邊 在蛇服退場休息了 所以平均身高呢 在富邦勇士這邊會稍微下降一些 換上了全球的戀愛旗艦的真相軍 哇 張宗憲啊 又在外圍開火 我決定中場我來訪問他好了 哈哈哈哈 然後去利用節奏的變換啊 呼快呼慢 然後讓對手在防守 鬆懈的時候他會突然來 提起這個重擊哦 哇哦 張宗憲又來秀一波 張宗憲 四十五角又來了 十八分進場 哇哦 不能再放哦 我相信夢想家 也不靈光嘛 對手就放他 這場比賽投了五個三分球 你還能放嗎 他今天就是準啊 沒錯 我相信這應該不在夢想家賽前的計畫裡面 右腳又來一層 張宗憲想要來一個RDU 但是傳的並不理想 重新帶出來 張宗憲又來後仰跳滑地震 我的天啊 第二節真的完全看張宗憲在表演哦 上半場倒數一分鐘左右 沒有 51比49只有兩分差距又飛進來了 台灣噴射擊 哇這比觸的動作哦 今天感覺起來切得真的蠻嗨的哦 哇 張宗憲創造出一次 張宗憲投了 那剛剛這球也是楊建民這種比賽 整場賽事哦 第一次投掉 沒錯 在前面是完全百分百命中率 但是張宗憲發射機會啊 但是這邊已經被 對手給解讀出來了 哦 他可還是放一步哦 嗯 不能放哦 張宗憲今天外星人 邊打邊看 然後慢慢地找尋控擋 再去做到一些 這個 進攻的這個加速哦 哦 張宗憲 這是一個 休憲的機會 選擇輕鬆上籃得分 哦 副方勇士現在要的是剛好 碰巧 碰巧的球 錢可尼要把底線球 不過這邊 這個張茫瑋碰了一下 碰巧 哦 張宗憲把球給喬走了 時間 飛上 大空很空 休憲 完全展現他驚人的爆發力哦 加油 能外臺灣噴 所以出界球還在 互方勇士的手上 因為這個球明顯的 互方勇士有一次非常好 所以這兩根得分的機會 可以瞬間把比分追進到四分 張宗憲來了 輕鬆上籃得分 哇 這一球要小心了 打得奮不顧身啊 好燙喔 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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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